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季慧荣 占领立法院24天的学生 现在已经全面撤出议会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整个的太阳花血影 能够爆发这么大的一个能量 而且这么大年轻人的愤怒 是从哪里来的 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讲到说 这是长期以来的低薪 然后这个高就业率 高失业率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房价 其实这样的一个长期问题 困扰着学生 到底我们能不能许青年一个未来 给他们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探讨的 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上班被老板压榨 下班不敢乱花钱 万物结涨就是薪水不涨 这是很多人的心声 根据主机总处调查 受物价上涨率高于薪资成长影响 去年每人每月实质平均薪资 不及15年前水准 7年起薪甚至只有2万多 日子过得辛苦 如果2万多的话 真的在台北生活很辛苦 还有如果尤其是南部上来的 就还要付房租什么的 就完全不够 去年全国受雇就业者调查 30岁以下上班族 将近九成月薪不到4万元 20到24岁 平均月薪也只有24269元 显示穷忙族和清贫族现象 并没有改善 眼看着国内实质薪资不升反降 政府除了对企业进行道德劝说外 工股事业中钢抬船带头响应加薪 经济部也推出产业淬炼研发补助计划 首度纳入企业加薪及回馈弱势指标 希望提升企业责任 如果企业要申请这个长期研发的补助措施的时候 我们会把企业他对于员工的照顾状况 以及他对社会责任的尽到的情况 来作为评分的一部分 政府带头喊加薪 但加薪潮真的来了吗 陈文倩写文章说国家对不起年轻人 台北市长郝龙斌说 第一心是国耻 都引发各界热烈讨论 无论如何青年起薪低 失业率高是适时 该如何许青年一个未来 好 年轻人要求的世代正义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回应 我们首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文化大学 劳工关系学系副教授李建宏 李教授 主持人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劳工阵线工作评球研究室的主任 洪靖书 姬姐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 再来要介绍的是 世新大学财务金融系副教授 郭乃峰 郭老师 主持人 来宾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 年轻人真的是蛮苦闷 这一次太阳花的旋律 会爆发这么大的能量 有很多人就说 事实上是年轻人 长期累积出来的一个愤怒 那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很值得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讲到年轻人的愤怒 这是金周刊所做的一个调查 那他们讲到就是说 目前这个台湾的震惊环境 对年轻人公平吗 我们看到讲非常不公平的 三十一点七 然后不太公平的四十八点一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个加起来七十九点 把将近八成的孩子认为不公平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未来十年 那可是这个未来十年里面 台湾社会如何改变 讲说越来越差的三十四 三零点四 然后再差一点的三十三十四 所以加起来有六成四 就是对未来 其实他们是悲观的 那这个我们如果看起来 这样的一个数目字 其实我们会心情很沉重 据说年轻人对这个未来 而且他们对现状的不公平 是愤怒的 所以郭老师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份调查 OK 那个金周刊 就是在十九号到二十一号 利用三天的时间 透过网路公司 那回捐大概有一千八百份 那三十五岁以上六百份 其他的一千两百份 大概是二十一岁到三十五岁 那我们在设计问卷的时候 因为就想看一下世代争议 所以我们大致比较的时候 就是三十五到二十一是一群 那三十六以上是一群 好 那我们问问题大致是 一个是大我 大我就是说世代争议的想法 除了主持人刚刚讲的之外 我们问说你觉得你未来的生活 会跟你爸妈一样好吗 那另外就是说到底你忧郁 或者是愤怒的是哪些项目 那小我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去改善 所以有大我有小我 等一个问卷 那回君就像主持人讲到的 就是二十一岁到三十五岁 这一群人比起三十五岁以上的 那个年轻世代的话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或者是正义 感觉是比他们差很多 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是他们没有信心 更没有信心就对 那这个跟我们平常的常识 或者说我们自己有小孩 我们从小就要他的梦想去实现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整体的环境是这么的糟 所以他们反而看不到未来 所以主持人这个阳光 我想不只是我们小我自己要努力 整个社会大众 可能都要帮当下年轻人一把 是 其实我不晓得 现场来宾怎么看三一八的学员 是不是跟长期以来 这些学生他们的不满都有关系 来 老师 我觉得这场学运 其实他背后凸显了两个结构性的问题 根源 第一个就当然是 不只年轻世代 其实很多跨世代的人 都对台湾跟中国要 是不是要这么密切的交往 有些疑虑 可是如果单纯 第二点 如果单纯从这个年轻人 青年世代他们的身处的 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来看 就像刚刚讲越来越不公平 那我我个人一直觉得 这个青年世代他们现在目前面临到的 一个就业的困境 是非常明显的 那因为这个就业困境很明显 所以又加上服帽 他们担心服帽一旦通过过关 甚至货帽过关 会让他们这个就业困境更血样加霜 那我觉得青年就业的困境 大概有三点 三方面可以来谈 第一个就是说失业率很高 是 我们看到 我们那个去年全年 十五岁到二十四岁的青年失业率 真的是很高 平均是十三点一八 很高 如果是二十到二十四岁 是十三点七五 那我要特别强调的观念 国际上看青年失业率高低 不是只看青年失业率 这个绝对值 还要看说青年失业率 是整体失业率的几倍 那我们去年 青年失业率十三点一八 整体失业率四点一 这个是三点一五倍 很高 三点一五倍 我跟那个OECD国家 就那个先进经济国家 比我们只比一个国家好 意大利 意大利好了 我们比西班牙 希腊都还要严重 这第一点 这蛮担心的 那第二点就主持人 刚刚也提到那个低薪 我们平均那个大学毕业的 那个新新鲜人 平均起薪 大概都是两万十千多块 是 那第三点 这个一般也开始谈 就是说 第三个困境 我觉得就年轻人 照主力总数调 十五到二十四岁 那个其中有将近一半 他做的是非典型工作 就是派遣 还有part time 或者临时工 是 那就算到二十到二十四岁 也还有超过两成的年轻人 在做非正式工作 所以他们这个 我们这调查 对越来越差 这个六成是 这个数字是非常确实的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服貌 大家年轻人对服貌 只是一个引爆点 对不对 真正的是后面的这些 那我就不想 金书 因为你们出了崩世代这本书 那这本书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话题 同时也诊断出说台湾二十年年轻人可能就是贫穷的一代 我看到好像是现在就已经到了 不用二十年 我想其实现在如果这段时间我在这些街头跟这些同学年轻人在聊的过程 其实可以感觉到现在的年轻的世代对于未来是非常的彷徨 那这个彷徨其实刚刚除了廖老师讲的 除了就是工作上的问题 也是另外一块是对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均 这一块有非常大的疑虑 那分配不均的部分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房价是他们觉得是最贴切的一个指标艺术 因为买不起房子 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影响非常的大 那再加上就是说其实以目前台湾等个的发展 虽然我们政府似乎推出了很多所谓的经济发展的政策 但是必须要讲是从执政到现在 我们的政府讲的都很漂亮 但实际能够达到的效果 看起来似乎都是虚的都是空的 这会使得这些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失落感会更严重 反而会变成说政府在讲什么 我再也不相信了 因为政府你讲的从来没有兑现过 所以会导致说这样的双重压力 使得这一次 为什么我们在讲的318的血运时代 会这样子的一个积极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血运 其实他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希望自己是有机会去 自己掌握未来改变未来的 是所以其实年轻人意识到这个危机 那但是我们再看一下 我刚刚洪老李教授有谈到这个低薪 到底多低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年轻人的心情是真的是很差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十岁以下年轻人 这是一个三十岁受薪阶级的这些年轻人 那他们未满三万 就是我领的薪水未满三万的 有六成一很高 然后三万到四万的有两成六 这样两个加起来 其实将近九成的人是领不到四万的 而且是三十岁以下 那这个部分我不晓得教授 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低薪吗 那这个如果跟国际来看 是不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台湾真的就是最后 然后就是 是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看板 就是说我想我们制作单位还是主持人 是比较宽容的标准 对 就用三十岁到十五岁 对 不过我要特别讲 国际上所谓青年的定义是十五到二十四岁 是 所以如果我们用十五到二十岁 这个国际定义标准来看 那更低了 一样主席总处的调查 我们过去十年来我去追踪 大概都是十五到二十四岁 三万块以下的大概都占八成 占八成以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我们看那个大学毕业新人的平均起薪 两千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两万五百 两千两万五千零三十六块 然后到了那个前年的时候过了十三年 到前年的时候只增加三百五十块 增加一点四三percent 可是要知道这十三年 我们的物价上涨了十点九percent 十点九percent 所以我就相对的我觉得我的薪水 并没有 变少 我实际薪水少了九percent 对大学毕业新人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 刚我很同意那个 靖书主任的说法 就说就我们分配出了问题 我们分配真的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数字 因为真的很多年轻人 在看这个薪资 如果你说二十四岁 以下才两万多 比我们实质的平均薪资四万四千多 其实是少很多 真的是少很多 所以难怪年轻人这么不满 不过在这边 我们也应该要谈一下 因为过去 我们大家都常常在谈二十二k 可是政府呢 他也提出来 他说经济部次长卓士招 他就曾经说 哎呀福茂协议以后 可以让年轻人创造这个机会 所以不只领二十二k 还会到三十二k 四十二k 五十二k 其实 找中国大陆 对 可是事实上在二零零九年的时候 政府其实是为了一个比较 我们说这个补充的一个暂时的 就是说提出来 就是说因为经济海啸 所以就希望说企业界 如果你雇佣 我可以补助一年 这个是二十二k 可是后来好像就变成这个 企业界就都用二十二k 我不晓得郭老师你怎么看 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后来就用这个比 就二十二k起薪 那个我们就是大概这一年来 我们对年轻的问卷发过很多份 其中有一份 其实也令我很惊讶 那大家都说年轻人领到的薪水偏低 那我们就问说目前你领到的合理吗 然后或者说你被低估了多少 平均算的结果大概是百分之十五 被低估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薪水 那只要再加百分之十五 他会觉得合理 只要再加百分之十五就合理 对对 就觉得合理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刚刚洪主任也提到 就是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 那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事情大概也落幕了 但有另外一段出发 那我刚刚特别强调 就是站在小我的观点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不知道目前哪个是高薪 并不清楚 什么工作是会高薪的 我们现在如果问年轻人 他第一个不知道 第二个是说 哪个工作是成长最快的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再问说哪一种是新工作 也不知道 三不知 那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学生都以为教育部 忘了有一个劳动部 还有一个内政部 其实我们一旦大学毕业 二十二岁好了 再来你其实你跟劳动部的观念 是非常强的 职讯在里头 那像我们这一次问卷 大家小伙说好 那遇到这样的状况 比爸妈差那五年内 这些问题不会改善 还是高的失业率 还是高房价 还是这个低薪资 他觉得改善不多 那自己要怎么做呢 其中一个就是加强训练 自我训练 那你说问他说 哪边可以得到训练的机会 也不知道 所以说从小我来看 当然政府要加强宣导 另外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 自己是受害者的角度好了 那应该知道说哪个工作的配置最高的 可是事实上这个二十二K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二十二K 就是说好像企业界故意用二十二K开始起薪 这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刚刚李老师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薪资没有像我们想象的 像我们爸妈那样在增长 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科技 科技化的结果 他非常快速的在变化中 那我们看这次学运好了 如果没有科技化的帮忙 其实要有这种成果 是困难的 但是科技化好像也没给他们带来 一个就业或是高薪的机会 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如果在科技化的过程里头 被科技给取代的话 那这薪水就不高 OK 洪老师 李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那刚刚主持人说二十二K 那个我们有个名词 这个叫定毛效应 就说像那个大船要入港 要抛一个毛固定 也就是说当政府定出一个 激进平均薪资 平均薪资是我刚刚说 快要两万五 新人毕业的 那他补助不是二十二K 二十二K是那个年轻人实际拿到手的 可是他事实上还补贴雇主 那个劳健保跟救援保险 还有六趴的退休金 加起来就已经两万四千多 两万四千多跟那个平均的新人 起薪是非常接近的 当你非常接近 可是又略低于他一点 就会出现那雇主就想 那我就用政府定的标准来雇就好了 所以这边也是不是显示出政府不作为 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是大有问题 我研究这个青年 还有一般劳工失业劳工的薪资补助政策 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 他薪资补贴政策会接近平均薪资的全额 因为一旦你越接近那个全额 就会产生替代效果 那通常都是补贴他那个四成左右 是 所以一旦全额反而出问题 政府出了钱反而冤大头 是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放call in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那我们首先来接这个新竹的蔡先生 请说 来 蔡先生 喂 喂 主持人各位专家来宾好 其实这个以前埋音已久 噪音已久了 在二十几年前我们有五线五十几生 根本这些问题都没有 是因为政府大量产业外移 好 你现在如果是服贸又通过的话 大量中国人进来抢call 那会真的是美矿欲效 我认识一个法国生物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你们台湾是很不正常 怎么一大堆年轻人去考高考考不考呢 这就表示说 对年轻人对外来 他需要被人供养的一群 你看看现在外面 一大堆摆摊子的年轻人了 所以我认为是要讲 把产业再继续留在台湾 尽量在企业讲究道德跟良心 凡是以照顾台湾的年轻人优先 好了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通通变成高考 普考变成变相的高大 跟大学联考一样了 好 所以我们 谢谢你的意见 来 我们来接台北的徐先生 请说 那个主持人 这个三位来宾好 刚才这个有文化大学教授 有讲说 这个青年的失业率 跟这个整体的失业率 比起来那个比值 我们是蛮高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们整体失业率低 不是个好事吗 那如果这样比的话 我们在欧债危机说欧洲 他们的这个整体失业率有多高 因为他整体失业率很高啊 所以你拿青年这样一比 刚才那个数值到底意义在哪里 这是我质疑的 第二点 我们实质的购买力如何 你不能只看这薪资哦 我们如果是2万2万 他实质的购买力 这要算进去这样比较购买力 还有一个他用15岁到24岁 我请问在台湾15岁 有几个去工作的 都在念书 所以那个15 以15岁来算 比国际的话就不准 没有考虑我们在地的这个 这是有问题的 好 谢谢你的意见 这个真的蛮专业 等一下请老师来回答 来 台中的吴先生请说 来 吴先生 来 请说 那个 指责你好 我们政府他们执政之后说 他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然后有一批的经济动作手 然后就全部把他 逗到大陆那边过去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不诚信 其实我们的工读生 或是说打工 说一个小时100多块 事实上很多都骗人的 70几块来很多 那我在看说 我们的国家一些管理单位 事实上没有作为 当然两个是正确的 睁眼说瞎话 你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整个 国家已经堕落 这种状况 我们的年轻人 真的是可悲 你知道吗 是 我们以前50年式的 40几年式的 只要你愿意努力工作 都有机会 你的机会太多了 好 谢谢你的意见 真的是可 是 我想你很担心 来 接下来台北的康小姐 请说 主持人 还有来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觉得 蛮担心的一点是说 我们常常看到学生说 我们没有工作了 可是其实我也 我们也会接触一些业者 其实业者也跟我说 我很欠工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政府很大的问题是 你怎么把这个学用落差 把它拉平衡 然后让 就是说学生 你说没有工作吗 其实有 其实真的有 我常常听到是 缺工缺工缺工 尤其船产 它非常非常缺工 但是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好 但是学生 也是没有地方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 想办法把这一个 这个link把它拉起来之后 那学生其实就会觉得说 我其实没有那么悲惨 现在学生最大可怜的地方 是他觉得自己很悲惨 好 谢谢你的意见 来 接下来 宜兰的林先生 请说 你好 我觉得问题是 大学教育问题 因为以前的大学生 没那么多 然后我们区业需求 也没那么多 然后高薪的 被低薪的 拉下来 所以感觉薪水低 但是培养出一些大学生 他根本就没办法协议之用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 每年一样都出来 那至于说 什么国家的经济问题 什么的 不要跟国外比 国外跟台湾的产业结构 不一样 不能比 认真检讨台湾的教育 到底要往那方面走 这个才是重点 OK 非常谢谢你的意见 其实都蛮专业的 其实刚刚特别 这个挑战你 就是不能跟国外比 你先回答好了 这个是涉及到 国际通用定义的问题 就是说 第一 那个为什么是15到14 所以是国际通用的青年定义 然后刚刚这位先生担心说 15岁很多 我们都还在念书 我要说明一下 在国际通用定义里面 还在念书的年轻人 他不算在劳动力人口 就是一定是受薪阶级的才算 对 就劳动力人口 是就业人口跟失业人口 换言之 你还在念书是非劳动力人口 不是劳动力人口 就不会算进失业人口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说为什么要用那个青年 失业率跟整体失业率去比 那个倍数值 这什么意思 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们青年失业人口 只是整体失业人口一部分 所以你如果直接 那每个国家的失业人口 那个母数是不一样的 差距甚至很大 比如说我们台湾才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的失业人口才四十多万 不到五十万 那可是如果像美国他那失业人口 是是几百万人 是 所以必须要用 因为青年失业 只是整体失业人口一部分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相对值 去比比较合理 是 那第三个还有刚刚好几 有两位来宾都说 我们现在这个青年失业率高 是因为这个学用落差 大学毕业生太多 这个我要说明 我不否认这是因素之一 结构性因素 可是如果我们看劳动部 历年针对青年失业劳工的调查 尤其是初次就刚刚毕业的初次 巡职的青年的调查 会非常有趣 就是说你问他说 你你巡职有困难的比例高不高 对 以去年公布的有六成 六十二点五% 说我巡职有困难 年轻人有六十二点五 说我巡职有困难 好那去问进一步问这六十二点五% 他说那你认为你找工作碰到最困难的因素是什么 各位第一个因素 年轻人自己说第一个因素有三十七点五%说 我是因为就业机会不足 就业机会不足 其实刚刚有来宾打电话来 就说缺工的很多 那为什么没办法link起来 这个我想进书你稍微简单一下 我想其实我们一直听到业者都在说缺工 那如果就统计数据来讲 台湾现在目前企业缺工的量大概有四十七万 那台湾的失业人口也大概是这个数量 所以如果大家会想说 如果两个能够match的话 不是就完美的解决 但是事实上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如果企业大量缺工 那他要吸引劳动力 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我提高薪资 我透过提高薪资 我想就可以吸引劳动力进来 可是问题是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台湾的普遍性低薪 企业可以维持缺工 但是他又可以同时维持低薪 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像目前我们现在企业的缺工 如果他缺工 他平均开的薪资 平均开薪资是两万六 大概金额是两万六千六百九十三 如果我把它扣除掉主管 跟专业人员比较高薪的 算下来的话 大概平均 我们企业缺工开出来的薪资 只有两万四千多块而已 两万四千多块 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讲 这个薪水 大家都会觉得 如果我还要自己 要能够活的话 其实这个门槛相对是低的 好 那刚刚其实谈到薪资用 大家都会觉得说是 因为我们的大学生 是不是生产的过多 那我比较倾向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企业是不是不需要大学生 那我从统计数据上 我觉得也是有这个现象 一样也是主机总组的缺工调查 厂商缺工 但是他期待的学历 高中只占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一 专科十二点四 两个合计就已经五十一点五 所以不需要到大学 对大学基以上只需要百分之十九点九 所以大学生的失业率高 所以我的想象是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政府一直在讲产业转型 产业转型 可是问题是 这个产业转型的过程 就从这个统计来看 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的高学历者 他只需要是中等学历的 所以这个学用落差 也是蛮严重的问题 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培植我们的学生 然后他到最后能够学以致用 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慢慢开始做了做了主持之后 发现没想到主持这一块副业的发展 如果原本的主业发展还要好的时候 我才毅然决然离开了我的原本的主业